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计划在2022年建成一座地铁之上的空中城市 也就是说新庄地铁站将彻底大变连 而这也是国内一线城市针对有限土地资源 重新布局城市功能的一次巨大尝试 不光是一个商场 不光是一个地产的开发 其实它把交通枢纽 把很多很多的市民需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这个我们觉得是未来以后地产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项目 对我们敏航期来讲 是改变我们敏航期在整个上海城市隔绝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形象 请现场的所有来宾朋友与我一起大声倒数 五四三二一请前台 五四三一请前台